陆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女生应该是爱男生的 但是心里也多多少少会觉得 这个男人是有点拿不出手的 如果你完完全全不介意别人的看法 觉得他是拿得出手的 就不会去刻意地打扮的 而恰恰男生更觉得自己是拿不出手的 所以你们双方都介意大家的看法 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男生内心的想法 当然一个成熟的男人固然会有一种自信 去面对贫富差距 认为我有能力我有将来 我没有感觉囊中羞涩 因为我有才华 但他毕竟还这么年轻 就像我第一次去五星级酒店 我也感觉自己挺自卑的 可能是因为家境 或者是原来的自己的生活经历 我也觉得自己挺自卑的 我觉得我不属于那个地方 所以我摁电梯的时候 我都是小心翼翼的 我怕摁坏了 但是当那后来你生活经历丰富了之后 当你逐渐地拥有一些东西 认识了一些东西之后 你才会发现 其实人内心真正的平等 并不来源于你的口袋里有几个铜板 而更多地来源于你对于生活的了解 把控和认识 但他没有到达这个年纪 所以我想告诉男生的是 很多情况之下呢 自己的面子和自尊 不是别人小心翼翼帮你拖着的 而是要你自己去支撑的 我如果现在在你的口袋里放下一千万 你的那个头始终还是低着的 但如果你内心有自信 即便你身上今天穿得再破一阑珊 你始终是昂首挺胸的 其实我认为如果你们之间要好好地相处 一种最好的方式 就是主动地融入到对方的生活当中去 而不是把对方往自己的生活品位上拉 如果女生真的好好地想去体会一下男生的生活 你可以尝试一下过过她的生活 而男生如果真正想走入女生的世界 理解她的想法 也可以融入她的生活去品位一下 如果彼此还是不能够跨越的话 那就让这段感情过去 如果能够跨越 那就彼此慢慢地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感受一下对方的想法 记住不要把对方往自己的生活层面上拉 而是应该彼此自愿感觉和靠近 就这样